嚣张扼煞床北市国小铭枪 警方已掌握涉案人 远警在国小操场仔细寻找弹头和弹壳 弹头和弹壳 我听错就是弹头和弹壳 因为昨天上午在司令台聊天的民众 看到一群人从校门口进来 其中一人居然对空铭枪 然后他们走向司令台 跟上面四名亲上你的谈话 但似乎认错人马上掉头离开 不过这身枪响吓坏校方立刻报警 警方到场搜索 没找到弹头与弹壳 出过研判是持道具枪对空铭枪 消息发现 当时有11位民众从外县市 分别搭车到西元国小 不知道是寻仇或向约谈判 发现不是要找的对象才会一哄而散 以掌握涉案人员将约谈到案 图巴中心台北报道 苹果欢信15周年 送你百元7米券 再抽10万现金大奖 还有2018世纪冠军赛门票 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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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适量